你現在把東西搬出去 我現在要收回房子 我還要把鑰匙給你 扶開不了 現在搬… 你也可以在這裡睡, 你怎麼不可以搬出去 但他搬完之後, 他放在哪裡 我還給你鑰匙?你做夢吧 你是不是贏了我? 如果那間房子我一直住… 住了這麼久的時候 其實我就不需要走 這幾幕, 令人咬牙齒齒的場面 相信大家都記憶猶新 龍瓦女子美華因父親過世前 把房子轉贈給呂保安 之後就被趕出家門 夜夜露縮自己家門前 報道播出後, 引起極大迴響 不少人痛恨阿娟 更多人同情, 甚至想幫助美華 而東張西望也一直跟進美華的情況 我們連日探望, 都看見美華 依然是一個人躺在家門口 不同的是, 他不斷收到街坊 甚至不認識的市民送上關懷 這是什麼? 這是衣服, 衣服 很多人關心你, 送了東西給你 這是冷衣, 適合這幾天 這幾天是16度 這幾天可以穿 這是一張被子 這幾天這麼冷, 你有用嗎? 用過一次 用過一次嗎 用過一次 是不是很暖? 昨晚…昨晚冷, 蓋過一次 對, 很暖… 蓋上頭 還在蓋上頭 對, 不要凍傷 看到美華也用很多膠袋 包著這件衣服 以及這些家當 也知道她很愛大家送給她的物件 這件衣服很厚, 我想說 很記得我們上次跟美華去買衣服的時候 她覺得最重要是 這件衣服一定要有帽子才可以暖 所以我覺得這件衣服很適合她穿 喜歡, 是嗎? 開心 開心 有街坊不忍心, 見美華慢慢屈身 坐著行李車睡 還送了這張愛心糖衣給她 坐下這張椅子, 有否睡得舒服一點 舒服… 舒服, 很開心 睡得好一點 平時怎樣睡在這裡? 晚上? 很好, 這張椅子除了坐得舒服 鄰居還放了一個頸枕 在這裡可以讓她靠著一個小屈膳睡 晚上應該可以靠一下就舒服一點 那雙腳呢?雙腳有沒有舒服一點? 有沒有腫了嗎? 因為之前坐在這裡屈住 所以膝蓋很痛和腫了 但現在有這張椅子就好一點 看到這麼多人幫她 美華終於有些笑容 還有些心情, 剪一剪, 過一晨 因為她睡不著, 沒空來剪一剪 算不算是一個去抒發情緒 或者可能令時間過得快一點的慶祝 對, 沒錯 會送給一些幫你的人嗎? 也會送的 你要不要?你喜歡嗎? 我以為我全部都要了 不行 不過房署近日貼出告示 叫住戶不要擺放雜物在走廊 不少街坊都替美華擔心 我都很擔心她把東西丟掉 都知道是美人的家當 所以我們明天跟街坊 明天去房屋署說聲 希望她能夠被她擺放 不要擺放她的東西 美華的虎房 阿娟的嘴唸都震撼整個李正屋邨 街坊提起莫不義憤填空 她現在都躺在外面 躺在盟口那裡 根據她的人格被人的信心 已經沒有了 而且假如她進去居住 我都擔心她的安全 替她不值得, 但幫不了她 天氣越來越冷 難道一直要躺在走廊? 正當大家替她超級之際 突然傳來令人錯愕的消息 阿娟竟然寫字條向美華應錯 還託人家把門事還給美華 這時是真是假? 認錯是良心發言? 還是別有用心? 這天, 我們陪和美華一起上去 嘗試能否打開家的門 可以打開 鐵閘打開 還看到當日發惡 烹走美華的阿娟 都是屋內 她究竟想做甚麼 你好, 你是否回來 對, 我歡迎你回來 我給她鎖匙了 不好意思, 我跟你們說聲 我這次真的做得很錯 做得都不是人做的事 很後悔很後悔的事 我也不想, 我跟一次這樣 是迫不得已的 麻煩你們, 原諒我吧 忽然還聲淚俱下 似乎忘記了早前自己 曾經這樣說過 我現在叫她全部把家裡的東西拿走 她自己不拿, 我就報警 報警要警察跟她拿 為何一時要攀走她 一時又請她回來 180度, 這麼大轉變 因為我有病, 影響到我的情緒 她弄得我這麼久, 沒教訓 一個人沒教訓, 是否很辛苦 你說她是不是折磨我 三年多了 現在我也原諒她 原諒她, 讓她回來 她不想聽, 所以她也不想我回來 對, 她不想聽 對, 不想聽 不相信 美華轉著臉, 不想見她 雅娟於是隨即上前 我仇仇你 你一個機會我 你一個機會… 怎料她這個舉動 反而令美華 積壓多時的鬱結和怒火 即時爆發 媽… 是你不聽 你不聽, 我也沒辦法了 鎖匙, 我就給了你, 是不是 我日後要上班, 要工作 知道嗎 美華對她的反應是正常的 比其他人都會有這樣的反應 因為她的紮變這麼大 忽然間由這麼強硬的態度 紮變到這麼溫柔 誰都會害怕 是不是, 都會有一個疑問 很糟糕 騙我 騙她 我爸, 私執嘛 她試過一次, 所以現在也要很小心 就算有鎖匙 美華也不敢重返家園 相反, 雅娟就努力邀請我們入屋 訴說自己怎樣做好準備 迎接美華回歸 我這裡有蒸, 也有我的晚 中午餐都沒吃到多少 現在都只剩下一個 如果你回來, 我就去買菜 煮給你吃 美華最喜歡吃雞 我就去買雞回來煮給你吃 我現在就抹著房子 就等著跟美華回來 一起住 以後我就和你一起在這間桌子吃飯 你睡覺就回你的房間 你回你的房間, 我回我的房間 即是說跟之前的計劃完全不同 今天想她做的事 就是搬走裡面的房子 搬走完你打算… 搬走我就裝修 我兒子也要結婚生兒子 有房子不住, 拿來做甚麼 現在就不用你兒子結婚生兒子 只是想著跟美華同住同食 我把這些花移過來 這裡有太陽 表示這些花, 我和你兩個人 都有太陽照著, 有溫暖 這些花照著我和美華 這兩條根椅都一樣 象徵我和美華兩個人在這裡 一起生活 她還寫完字條 說以後要如何好好和美華生活 因為跟美華爸爸有所承諾 因為我答應她爸爸 她有病, 要帶她去看醫生 她不和我住, 我也不和她住 怎樣知道她有病 因為這次你狠心的頭 我也不知道, 沒有帶她去看醫生 但這個說法 又跟她之前所說的有很大的出入 因為她爸爸交代我, 我不用理她 因為我是聽死人說的 舉動越是貼心, 越是惹人疑心 她解釋說, 這麼大轉變 全因為被家人罵 家人不停在罵我 她說我很壞 做到一些不是人做的事 她亦多分為自己辯解 說美華夜夜不睡 令她每晚失眠, 無法上班 又把房子弄得骯髒 令她情緒長期受壓 一路之下, 才趕美華出街 現在覺悟前非 為表誠意, 她竟然行了這個大禮 美華, 這次我也對不起你 我向全世界的人跪下認錯 希望你能夠回來, 和我一起住 麻煩你 說到激動之處 之前得勢不饒人的娟姐 情緒還突然爆發, 哭聲震天 美華, 麻煩你回來吧 媽媽, 很對不起你爸爸 我答應你爸爸要做的事 都沒做到, 我不應該 一哭二跪之後 說自己痛改前非的阿娟 還有甚麼舉動 去邀請美華重返家園呢 四方支援, 美華透過法律行動 爭取層樓的權益 又有甚麼最新進展呢 密切留意明晚的東張西望 全城聲援 龍瓦孤女, 細腰奪回安樂 我